字幕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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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隔三年再去日本 除了行街素貨之外 相信好多人都會掛著日本的山水風景 今次我們就離開繁華的大阪 來到位於京都北面 有日本威尼斯之稱的伊根看看吧 伊根的州屋據說在江戶時代已經出現 整排隔五公里長的州屋順住海灣而見 因為由古時開始就是以餘孽為主的海邊小鎮 所以州屋最底層大部分都是用來放雪 方便漁民出海工作 不過想去伊根都不容易 旅客可以選由大阪或京都出發 乘高速巴士去到天橋立之後 再轉單後的海陸交通路線巴士去伊根 全程需要大約三個半小時車程 雖然真是山長水縣 不過由於州屋的風景全日本獨有 所以一連四季都吸引了很多遊客觀光 如果遊客上一度伊根灣壯麗的風景 就一定要乘觀光遊覽船出海 由天橋立乘巴士去伊根 可以在巴士站伊根灣巡遊日出落車 觀光船每位票價就1000日圓 船程大約25分鐘 途中會有日文道上 講述一下伊根的歷史和特色建築物 聽不明白都不要緊 因為沿途有大量的海歐在空中盤船 遊客可以買食物餵食 有得看風景之餘還有得玩 大人小朋友都不會悶 坐完觀光船就可以慢慢散步去下一站 這間向井酒造創業於1754年 至今已有200多年歷史 在伊根這裡設有酒廠 店內古色古香充滿年代感 供應多款伊根特有的清酒和土產 然後就可以繼續步行去附近的cafe 由周屋改建而成 分成上下兩層 這裡主要供應蛋糕和咖啡 味道都不錯 建議來到就先在上層吃蛋糕 然後再下層平台打卡拍照 同樣可以近距離觀賞到伊根的海景 見到在場有不少情侶坐在海邊 寫意又浪漫 最後來到伊根又怎可以不吃海鮮呢 晚餐推介食這間民宿的州屋定食 套餐2860日圓 可以食到多款時靈有肥美的海鮮 價錢相宜 不過想吃的話就記得預先訂位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